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今天起我们将推出起冲教育专题 带您到北中南三所起冲学校来看看 首先带大家认识的是台北起冲学校 这里最大的特色是北冲自有专修听掌声 走入校园没有朗朗的读书生 有的只是一双双认真的眼神 盯紧台上老师翻飞的双手 这是台北起冲学校 目前校内师生比高达1比2到1比3 是三所起冲学校当中 唯一专修听掌声的学校 本身也是起冲学校毕业的校友 王如昌体育系毕业后就回母校任教 希望把自己会的 交给自己北冲的学弟学妹 让他们知道运动的乐趣 看到北冲认真办学 黄湘婷的父母将他从一般学校转来读高中 本科学大学都比较简单 我不敢去考虑吧 虽然说课业比较简单 他还是努力学习 一来就当上班长 是老师课堂上的好帮手 其从高职部有五个科系 学生可以试读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兴趣 课业与技能并重 学校社团也很热闹 校园里有一个休闲中心 让学生在这里练习饮料制作 以后高中毕业 家里咖啡店会交给我当老板 我觉得很光荣 学得一技之长 老师对他们的手艺有信心 此外体育方面 空手道队也很强 高手黄岐阳加入听奥选手培训 希望卫校争光 校园提供各种学习机会 就是希望每个同学 都能够有适合自己的发展 记者欧佩军 郑凯文台北报导 北冲除了重视学生的发展之外 还有一个目标 是要成为听掌声为主的社区大学 虽然傍晚学生们下课了 晚上的校园还是非常的热闹 各种课程在这里展开 不仅为毕业的校友提供终身学习的环境 而且还有试字班 手语班 让社区的民众能够走入起冲 认识这个好邻居 入业的台北起冲 校园还是非常热闹 试字班的教室里 台上教得认真 台下也听得专心 这群学生有的人没上过学 有的是要来加强文字能力 班上最认真的同学 是78岁的老先生 还有妈妈陪听掌的儿子来上课 一读就是14年 小时候没上过学 母子一起学得很开心 轮流上台练习用手语来表达 老师在一旁补充字会 这是北聪的招牌课程 手语班 班上还有几个起冲助校的同学 一起来加强手语能力 互相交流 因为我有认识听障的朋友 那就想说用他熟悉的语言 跟他沟通 这样他会觉得比较贴心一点 学了手语也认识龙人文化 张小姐在跟听障朋友相处时 多了一份了解与包容 技能方面的课程也很受欢迎 素描课学生只有一位是校友 其他都是校内同学留下来加强学习 无聊 要学画画 就会快乐 多达十二门课程 毕业的校友有继续进修的管道 也让社区居民有机会走入北聪 认识这个好邻居 因为当初我们发现我们的听障人士 从离开学校以后 都没有一个让他们在进修 在学习的地方 所以其中从民国七十七年开始 就开始办理这个 今年配合台北举办听障奥运 还召集了各校教职员开设国际首语班 校长亲自翻译 北聪不仅打造听障身为主的社区大学 还要成为听障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 记者欧佩军 郑凯文台北报导 台北企聪从民国六年进校 原本的名字叫做牧村芒雅教育所 是专修士障跟听障的特殊教育学校 后来呢 一直到民国六十四年 才将士障跟听障两个部分 独立设校为起聪学校和起民学校 而一直到现在 培育出不少杰出听障人士的起聪学校 已经有九十二年的历史咯 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学学起聪学校的手语 照单字 起 聪 学校 开启 在头上是聪明 加上读书的房子是学校 这样您学会了吗 继续来看今天五龙老师要教我们什么国际手语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障奥运在海北 我是小叔 我是五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五龙 现在景气这么差 会不会影响听奥的推动啊 哎 景气不好 放无薪价的人多 我们的志工反而增多耶 哦 志工 他们有钱吗 哦 他们都是义务的 哇 愿意把多出来的时间奉献给听奥 真了不起耶 是啊 而且参与义务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是啊 我相信志工们在团队合作中一定可以学到更多 嗯 那我们来教教义务的笔法 嗯 台湾手语的笔法 意 务 国际手语的笔法 志愿 工作 这是义务 义 务 国际手语轻松笔 听障奥运就看你 听障奥运的笔法